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是一个简易版的浇麻鸡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需要的材料 首先你需要鸡大腿,然后香菜,料酒,红豆椒,青豆椒,生抽,花椒油,好盐 接着把鸡大腿去骨,然后放到冷水里煮开,放两片姜在里面 可以除一下腥味 差不多十几分钟之后就可以拿筷子去试一下 如果轻易可以穿过去就差不多熟了 把它放到冰水里面,让鸡肉的皮更紧致一些 泡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切成小块 然后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鸡肉切好之后我们开始来调这个腌料 然后首先呢,放生抽 大概放三大勺左右 接着我会放青豆椒和红豆椒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接着放料酒 大概放个两勺左右 大概放个两勺左右就可以了 下面是花椒油 花椒油是这道菜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配料 我就会把一个小拌瓶吧,就直接倒进去 大家可以尝尝味道再决定 下面我们要放一点刚刚煮鸡的那个鸡汤到里面 最后我会放盐 盐要稍微多一点,比一般做菜的量再多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会腌制 因为我们后面会腌制 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冰着 转天晚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椒麻鸡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道菜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